我们看到美国接连发生杀警案 纽约市长白思豪才出面呼吁群众冷静 不过纽约数百名抗议者再度走上街头 他们认为包括了布朗案 贾纳案这几件案子 目前都还没有获得真相 应该要对警察究责 纽约爆发令人震惊的杀警案三天后 市政府在23号下午举行默哀仪式 纽约市长白思豪试图修补警民关系 要求抗议贾纳案的民众暂停活动 直到两位遇难警察的丧礼过后 但他的请求被打回票 200名抗议民众在默哀仪式活动几小时后 继续在曼哈顿中心集会游行 我们知道有一个反应 从警察和警察局里的反应 甚至连网友提出 讨论的抗议者已经断除了 是一个反应 杀害两名警察的黑人凶手布林斯利 28岁前科蕾蕾 在行凶前预告了行动 并加上了密州布朗案 和纽约贾纳案的标签 疑似为贾纳案报复 遭警察锁猴致死的贾纳 他的家人也在电视上谴责杀紧行为 不希望有其他无辜受害者 不希望有其他人死 不需要有更多血液 无论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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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状态 我只是看着所有灯 带我回到父亲的事 因为这种重复的事 一直在行动 这种状态 一直在行动 不正确 因为你杀了警察 这种犯态不正确 我父亲还不断了 杀警案后 纽约警戒不满市长白思豪的表现 认为他不够停警方执法 与白思豪的关系变为紧张 白思豪想修补警民关系 但已经面临从政生涯 最大危机 新唐人亚特电视 王瑞亚编译